间地段房屋挂上求售广告 内政部统计2024年第三季 代表市场需求的住宅户数 是937.9万户 十年间新增12% 而代表公寄的住宅存量 十年间新增12.6% 结果来说房市出现 供过于求迹象 现在有一些的屋主 他可能原本都想要 卖一个区域最高价 第七波打草房以后 出来了以后呢 他相对起来 他愿意让利的幅度 是相对起来高一点 央行第七波信用管制 重极买房信息 根据房屋买卖平台统计 2024年10月降价求售的件数 全台就有16795件 最多的是高雄市3313件 新北市3177件 以及台中市3149件 大概三个月内 我现在有看到说 它有降下一点点 就想说再多看看好了 几辆比较大的星星重化区 一些外围的区段 它的让利的时序 可能会比较早 然后它让利的幅度会比较大 很多就差不多5%上下 房仲公司统计 最新大台北房价指数 2024年10月比9月 下降了0.9% 新北市也下降2.55% 实际价格来说 北市一瓶百万 二十瓶两千万的房屋 这个月可以降到 一千九百八十万 新北市的重化区 降幅有到百分之五 一瓶六十万 掉到五十七万 原本二十瓶 一千两百万的房屋 只要一千一百四十万 先看起来买点 从今年的第四季 到明年的第二季末呢 都是一个相对好溢价的空间 他的信心回复之后 这个时候要杀价 空间就会比较少 房价进入盘整下修 更是近两年来 首建连续两个月走跌 专家评估 大约这半年多的时间 想买房的民众 可以好好把握 难得的反转机会 就周章文文听 特别报道